接下來就是稍微囉嗦的計算 這個題目是要我求八二級卡 當然也可以求末溫幾度 可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意思一樣 -2度10度C50克的冰 10分鐘變成10度C的水 請問你熱源給多少卡 告訴我冰的比熱是0.5 這次的重點就是要請你搞清楚 這個有冰塊的有水蒸氣的 會溶化的會凝結的 你整個的吸放熱過程到底分了幾段 我們把它圖畫完 這裡有一個-20度C的冰 會加熱冰最多幾度?0度 所以加熱到0度 0度C的冰不會直接變成水 要先從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 才會再升溫 所以有一個平平的溶化過程 再從0度C的水 最後變成10度C 所以這是我們的溶化曲線 所以你發現 總共的過程分了幾段? 三段 第一段是從過1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冰 第二段是從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 所以總共有分三段 冰塊吸熱 冰塊融化 水吸熱三段 有溫度變化的公式叫做 H等於2SΔT 每一溫度變化都叫做 H等於2XQ 所以分開做 一段一段做 好 好 我因為不曉得每分鐘的吸放熱 所以我就假設是H 1分鐘它提供量H 我只能用10分鐘 所以我的總的量是H乘以10 然後給了每一段每一段 第一段是冰塊的吸熱上升 -2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冰 用的是MXΔT 冰的質量乘冰的底熱乘冰的溫度變化 0-20 然後再從0度C的冰變0度C的水 所以是50乘以80 M乘以Q 第三段呢 就是從 0度C的水變成10度C的水 2S加T 正確的想是你要帶的是 水的質量 不過沒有關係 冰化成水質量不會變 所以還是多少 還是50 所以上面寫的是50乘以1 水的質量乘死的比熱 再乘水的溫度變化 0變成10度 好啦 試練完了 練習結束了 理化完成 後面就叫做數學 認真努力算 500 所以答案500 這樣 重點是 你要曉得 這個冰塊從-20度C的冰變成10度C的水 中間到底C放熱分了幾段 一段一段的算 有溫度變化 有溫度變化的請代 H等於2S2T 沒溫度變化的請代 H等於M乘以Q OK 換你 現在20公克0度C的冰要變成120度C的水蒸氣 哇咧 這就麻煩大了 他總共有幾段 你想一下他分了幾段 你想一下他分了幾段 暗示你 我明示你啦 總共分了四段 哪四段 哪四段 總共分了四段 你就一段一段的算 總共要吸多少熱 他有告訴你 水的比熱 有告訴你水蒸氣的比熱 因為最後是從100度C的水蒸氣 變成120度C的水蒸氣 你需要水蒸氣的比熱 也給你的融化熱 或者跟氣化熱 好 來 這樣多少咧 我已經 明示你了 他的過程分了四段 我還分了四段 你就一段一段的算 再把他全部加起來就可以了 一段一段的算 再把他加起來 就OK了 可以嗎 可以 可愛大帥哥們 可以嗎 大帥哥胡文 現在要找的是女生 大帥哥胡文 3號 3 永田 泳田 好瘦心 所以 就是他等他春天也要等他淘 哦 他是瘦心 多少 哦 我也好想被招到 你選豬 請坐 你選的答案選豬 就是他春天也要淘 他春天也要淘 他春天 他春天 曲線 從0度C的冰 然後加熱曲線 所以總共分四段 0度C的冰 先變成0度C的水 0度C的水 再變成100度C的水 100度C的水 變成100度C的水蒸氣 100度C的水蒸氣 100度C的水蒸氣 變成120度C的水蒸氣 所以總共分了四段 你看得出來想得到他分了四段嗎 好 那一段一段算 一段一段算 有溫度變化的請帶 H等於2mSRT 沒溫度變化的請帶 H等於2m乘以Q 好 好 第一段 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m乘以Q 20乘80 第二段 0度C的水變100度C的水 2mSRT 水質量乘水比熱乘水度度變化 0變成100 所以100-0 第三段 100度C的水變100度C的水蒸氣 m乘以Q 要乘氣化熱 所以20乘500次 第三段 要從100度C的水蒸氣 變成120度C的水蒸氣 2mSRT 水蒸氣質量乘水蒸氣比熱 再乘10 水蒸氣溫度變化 100變成120 120-100 這樣子 列完四字 一樣 寫完之後就是理化結束 後面就是認真算數學 小學就會算 所以答案C 就這樣 重點還是那句 請弄清楚 它的C放熱到底分了幾段 然後一段一段算 有溫度變化的帶 H等於mSΔT 每溫度變化的帶 H等於m乘以Q 一段一段算 就可以了 OK嗎 OK